让欢笑传入教养院 竹坡伊甸继去年送圣诞礼物之后 今年再度到了新竹县 关西华光智能发展中心 带着院生的心愿清单 一一送出了篮球羽球拍等 还有上园艺客能够用到的小锄头 院生们收到圣诞礼物 都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院生一起大声合唱平安夜歌曲 七夜寒冬送暖 准备65份圣诞礼物 给关西华光智能发展中心的院生 现场欢笑声不断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把一点点的爱心送到这里来 我们公司是一个本于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在事业 有一点点成就 没有忘怀在冬天里需要把一些爱心 送到该送到的地方 华光智能力近40年 照顾270位轻忠重重度伸障者 和自闭症院生 每年都会举办圣诞餐会 主播一店得知华光的需求 即去年举办第一届送圣诞礼物活动后 今年又再度送礼 依照院生的心愿清单一一送上篮球 羽毛球拍等礼物 还有上缘一刻可以用到的小锄头 院方表示 院生们很单纯 很容易得到满足 只要有善心人士资助 就会记在心里大声说谢谢 MP3 你想要MP3是不是 然后如果收到礼物会怎么样 高兴 很高兴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收到礼物 要跟恩人说什么 谢谢 恩赞快乐 我们这边第一线的老师 真的是很辛苦 也因为这样呢 我很难找到能力 然后我也知道说 社会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需要我们帮忙 也很多人一直想 就说想要见华光 甚至有家长说华光是天堂 我说如果没办法照顾 我不敢要你的孩子 我说我希望我能力足 可以把孩子照顾好 我才敢收 院生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 八成五都全天候照护 目前员工一百多位 一个人要负责照顾两到三位院生 人力吃紧 盼能多一些善心人士加入 一起用爱帮助弱势